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今天分享一个女孩满心欢喜参加时装秀 却被骗进狼窝的故事《买下我》 女主小杰虽然家境优渥,但她一直渴望冒险 于是在大学毕业的这天,她向母亲撒谎了 她说自己要去法国学习,实际上她去的是迪拜 参加的是一场高端时装秀 没错,她现在的梦想就是当一个模特 同行的莉莉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对于小杰的问话,她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应 下了飞机之后,小杰才觉得有些不对劲 莉莉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直接将真相吐露了出来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时装秀 等待他们的就是酋长的挑选 运气好的话,衣服珠宝金钱都会有的 听到真相的第一秒,小杰有些吃惊 但很快她就决定试试,毕竟这可是一场大冒险 同行的莉莉将她安置在了自己的小屋 一起同住的还有盖亚 经过几天的相处,小杰才明白 同住的两个姑娘生活真是多姿多彩 莉莉的表面工作是汽车销售 背地里却利用上司的需求赚取高额领花钱 当然,这还不是她最想要的 经常来酒吧的那位大佬才是她的菜 所以,她才会去收买保镖 只为知道大佬什么时候来酒吧喝酒 什么时候去KTV唱歌 也就是在这一晚,小杰被一名叫苏安的男人看上了 然后在不太愉快的状态下发生了关系 不久,面见酋长的时间到了 所有人都得按规则来 但小杰是一般人吗 她是带着女主光环的呀 于是卖腿就上去卖动了一顿武姿 看得人家酋长是心痒痒的 这时,小杰又不想干了 她说自己特殊时期 领头的人很不满 所有人都因为她失去了赚取的机会 过后,小杰干脆放开了心思玩 好巧不巧,这时的莉莉正好被上司的正妻给抓了 完了,这下房租都付不起了 小杰倒是完全不担心 毕竟先前的苏安上钩了 所以现在的她愿意担起这个家的责任 只醉金迷的生活还在继续 三个人更潇洒了 这时,盖亚因为失去豪车大哭 小杰也决定去找苏安要 可也是因为这顿饭 小杰遇见了同在迪拜的母亲 在内心思想搏斗过后 她坦然的甩开了母亲的手 并表示自己不会回去 整日游走在这样的生活里 小杰变得膨胀了 她不仅拿了苏安的钱 为盖亚买了一辆车 还为莉莉去会的那个大佬 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因为大佬邀请了他们明日来别墅一句 但出发的前一晚并不平静 小杰发现自己怀孕了 苏安只留下了打胎二字 但她并没有将这件事说给两位姑娘听 所以第二天的三人是分开行动的 盖亚去提车 结果被司机劫财而丢了性命 莉莉本世满心欢喜去赴约 结果被先前收她小费的保镖报复 另一辈的小杰选择了堕胎 影片的最后 她带着行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小杰的冒险结束了 故事也结束了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生活 但后果需要你自己承担 而冒险也不是你堕落的理由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